尽管深喉嚨有多深化多深 怕树洞积水会滋身解决 高雄市养工处出动千人 全面检查685处公园绿地的树木 有没有树洞 但考量正值雨季 不在洞里的土可能被雨水冲走 所以还会绑上红绳做记号随时复检 相关人员绷紧神经 实在是因为去年高雄气暴 加上接连大雨 才会导致登革热疫情一度失控 但以去年8月为例 高雄的病例数为935例 而今年8月新增457例 但反观台南同期 疫情有高达2583例的确诊人数 让外界担心疫情恐怕会拉长 尤其赖市长嘴上喊防疫 但就是有民众放任鸡水容器 堆满家门口却不整理 也难怪疫情无法控制 清水糕的问题 这都要平常是要做 这不是说到登革热的时候 才会来做 南部登革热防疫升级 高雄市长成局想方设法 除了举办补文大赛 还首创全球先例 引海水冲灌疫区排水沟 今年6月更成立了登革热防治队 将每周三定为防疫日 环保人员不收垃圾 而是到各社区跟民众一起动员 清除积水容器 这个月一发现公园周围出现了登革热病历时 也当机立断封闭公园 但对比上如今疫情失控的台南市长赖清德的防疫招数 似乎只有请民众自行清理积水容器 以及喷药喷药再喷药就无计可食了 高雄市集管处提出数据证实海水灭纹确实有效 但赖清德却认为高雄市引海水防疫的效果有待确定 台南市将会暂时用其他的方法 但这个其他方法似乎只有嘴上说 没有实际作为 与城局同为南部地方首长 但高雄却能躲过疫情年少 看来赖神应该要跟花妈好好讨教讨教了 记者猜窗及张行 高雄报道